能不能让他们抓住一些机会 阿联又被碰到头了 是 然后今天呢 最诡异的是每一次头部接触啊 从来没有想过事 是不是 对 这阿联望着胡志老师 这下是吉隆伦特打着 对 吉隆伦特这手呢是伸在这里 所以陶晓琳啊 就赶紧说 好像他呢没发生什么太多的接触呢 对 吉隆伦特那个手挡在阿联面前给撞上了 那当然了 就是确实这些个这个山东队的犯规呢 本身 这几次的碰头呢 我觉得都没有太多的恶意 但是呢阿联 对于这一下 找到了基础代表 就是普通犯规都没吹啊 是 阿联是不太认愿接受的 是 直接找到了基础代表啊 嗯 所以你很少看到大哥这么盛怒啊 对 而且是 算是这个月级汇报了啊 就是都没有跟胡锡老师说 然后就直接走到了这个基础台前 然后读风指导也非常生气 对 就这下是不是已经都肿了 我们刚才 我刚才看到那个侧向镜头应该是 就是直接有点打肿了 是不是都开始冰敷了 就是 当意外 一而再 再而三年发生的时候呢 嗯 这个你作为屡遭意外的一方 当然也会非常的愤慨 对 就是很能 很能理解的 而且关键是 就是裁判一直没想上 对